如意称这衣服是内务府送来的 自己并未留意 嘉妃从中挑唆 皇后思维显怒不悦 在如意离开后 却命人将摇晃牡丹搬走 燕婉将花搬走的时候 撞到了侍卫 花瓶摔落到地上 皇后命人责罚燕婉 燕婉称自己是第一次随贤妃过来 不懂规矩 燕婉称皇后娘娘后代下人 见自己是第一次到皇后宫中 便让自己随她前来 嘉妃称 婴儿在皇后生气的时候 居然说如意的好 惹得皇后生气 嘉妃折磨婴儿 让她捧着香炉 不许放下 太后命人找不到燕婉 四处派人打听 有一日 她看到燕婉和启祥宫的宫女 一起在宫中行走 燕婉手臂上有伤 旁边的人还换她婴儿 凌云彻将这件事告诉了如意 如意看出来 这件事是冲着自己而来 端午节 皇后给嫔妃们送了香囊和五毒饼 嘉妃在众人面前 让婴儿跪下 举着五毒饼供自己服用 如意提出让婴儿跟着自己 可嘉妃却并不同意 纯妃生下了六阿哥 太后十分开心 让皇后去纯妃宫中看望 皇后看到了皇上与纯妃其乐融融 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如今大阿哥长大 皇后十分急切地 想与皇上生育嫡子 把做胎药加量服用 可因为过于心急 滋补过度 突然流了鼻血 皇后在太医来诊治之时 询问贵妃的情况 太医称贵妃熬不过今年冬天了 贵妃躺在床上 身体十分虚弱